大家好,我是沈医生 有句俗话是这样说的 肝是哑巴,胃是喇叭 你听说过这样的说法吗? 你有没有发现 平时经常胃疼,大嗝反酸 消化不良,肚子发胀,口气重 是一些胃药会好转 但是药一停,症状又出现了 平常还会心情不好,哀声叹气 这就是胃在帮肝说话了 提醒你不要忽视你的肝 在中医上,肝属于五行中的木 脾胃属于五行中的土 肝木可以克土 所以当我们的肝气不输 肝有瘀火的时候 就会影响脾胃之土 而且也会沿着经络去影响我们的胃 长期下来,我们的肝气长期瘀制 不仅会影响脾胃的功能 还会影响全身的气血运行不差 影响全身的脏腑器官正常发挥功能 所以我们需要尽早注意到胃的呐喊 不要只把它当成简单的胃病 以免导致我们的肝出现更严重的问题 今天沈医生给大家推荐一个忠诚药 供大家参考 可以做到输肝养胃肝胃同条 以输肝为本,养胃为辅 这个忠诚药叫做月居宝盒丸 接下来沈医生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月居宝盒丸的用药和功效 月居宝盒丸是有质子、六神区、香浮、川雄、苍竹、木香和槟榔组成的 我们先来说输肝的药物 分别是香浮、槟榔和木香 这三味药都可以归肝精 可以疏通我们的肝气 减少肝气淤质 同时香浮还可以活血、行血 缓解气机不畅导致的血型不畅 槟榔和木香除了调理肝气 还可以调理脾胃的气机 对于胃胀、肚子胀、大嗝、放屁多 也有很好的作用 然后是质子 质子可以倾泻、湿热 对于肝气不输导致的迂火 或者脾胃、韵化失调导致的脾胃、湿热 表现在口苦、口干、头疼、头晕、舌头红、舌苔等等 也有很好的作用 接下来是穿雄 可以行血、活血 也是为了防止肝气淤质 气机不畅导致血液运行不畅产生淤血 比如邪乐、胀疼等等症状 最后是六神区和仓竹 这两位药 六神区可以健胃消食 仓竹可以健脾肾湿 对于肝木攻克脾胃 导致脾胃虚弱 有很好的作用 以上就是月局饱和丸的用药分析 以疏肝理气为主 健脾养胃为主 有肝胃同调的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 医生分享的内容仅供大家分享交流 设计到具体的用药 大家还是要在医生辩证指导下使用 感谢观看 期待